我敢說啊 馬雲鈞現在是全台灣 最大的背黑鍋的人 所以我說我一直在那裡 馬雲鈞給我通知我說 靠著這裡我會不會 因為我了解 這種的痛苦 全台灣民進黨執政不利 要找一個人掉在那裡 像一串過年的臘肉要去打他 打他打打打打完以後 獲得選票 40坪的木屋做了30多年 從來沒有這樣打他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他黨人財務 好的馬雲鈞在南投草屯成立軍軍總部 大進場的時候 由國民黨的女性縣市首長陪同上台 氣勢相當的浩大 上台之後原本第一棒 主持人請南投縣長許淑華來致辭 來 我們現在要恭請我們的大家長 好 那首先 首先我們就來邀請我們在等那個人 我們請我們韓市長 不過許淑華連忙示意 把坐在台下的韓國瑜請上台 韓國瑜不出意外 開頭就以馬雲鈞的莊嚴案件替他報區 馬雲鈞現在是全台灣最大的背黑鍋的人 對 所以我說我一定要來 馬雲鈞給我統帝我說超人家 我一定要來 因為我了解 這種的痛苦 全台灣民進黨執政不利 怎麼辦 要找一個人吊在那裡 像一串過年的臘肉一樣去打他 他說他是過來人 因為四年前他參選總統的時候 也被批評豪華農舍 旁邊加蓋了兩層樓的建築物 以及車庫 後來他們自行故宮把它拆除了 不過他沒有提到這件舊案 反而是提到了岳父的砂石場案件 他指聲這些案件都是選舉的操作 韓國瑜儼然是國民黨的最佳助選員 今天的行程也是馬不停蹄 第一站先到南投草屯 緊接著到台南 然後還趕回中部的彰化 再到台中 真的是馬不停蹄